MGM度假村酒店因遭到網絡攻擊 服務中斷已持續了一個多星期 該公司的損失以每日來計算的話 可能會高達840萬元 因為他們的電腦系統在大規模網絡攻擊後 仍然處於癱瘓狀態 除此之外 一名新入職員工在週末表示他收不到他的人工 MGM國際酒店集團旗下的酒店和賭場 一個禮拜前遭到黑客入侵 被要求支付贖金以恢復訪問權限 這件事件預計將會導致MGM的收入和流動現金 可能遭受到10%至20%的打擊 除了MGM之外 據悉在8月下旬 Cesars娛樂公司也遭到黑客攻擊 並勒索支付3,000萬元 其後該公司支付了黑客要求的大約一半金額 以防止被道資料外洩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